国拼19岁世界冠军 输球失态 疑似引发内讧 刘国良或严惩到底 大家好 我是胖周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么视频的开头 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胖周的这条视频 点点赞 您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喜欢国拼的球迷 看到胖周的这条视频 那么咱们言归正传 聊一聊在刚刚结束的陕西拳运会上 大家万众瞩目的乒乓球赛事 那么可以说 在这一次的拳运会的比赛中 一共有七枚乒乓球的金牌 也是进行了一个激烈的争夺 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 也都是收获满满 但是呢 在这一次拳运会落幕之际 有一件乒乓球赛场上的一件事件 却受到了广大球迷高度的关注 并没有伴随着这一次拳运会的闭幕 而结束争论 那么这件事呢 就是疑似广东省的乒乓球队 他们内部的一次混双搭档 一个疑似内讧的一件事 对吧 这件事情呢 在近期也是得到了广大球迷的一个高度关注 那么两位都算是国家队级别的球员 在组合参加混双比赛中 由于自己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而其中一方的黄颖奇 对吧 也是在赛后爆出了一些不好的言论 直接性的指责队友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这一次陕西拳运会的混双同牌战 对吧 当时是广东队的黄颖奇 搭配林高远的组合 对阵江苏队的孙文前天一的组合 最终呢 广东队这队组合呢 是败下阵来 无缘登上领奖台 对吧 无缘第三名 那么也让黄颖奇呢 感觉到内心非常的失落 他认为自己的队友林高远 在比赛中发挥的非常不好 对吧 所以说赛后呢 他也是发出了一个言论 指责林高远 表示他在这场比赛是一打四 对吧 认为自己的队友没有能够帮助他 他自己是带不动自己的队友的 不可否认林高远在这一次的 整个陕西拳运会的比赛过程中 他的状态确实不怎么好 对吧 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但是呢 我们要明白 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员 他都有自己的状态起伏期 对吧 任何一个再优秀的运动员 他都有可能在某一项大赛上 可能突然之间的牙火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而且你还是作为他的队友 作为他的搭档 你在这个时候 虽然说你的表现很好 但是你的搭档表现的不好 那么你是应该去更多的鼓励他 安慰他 对吧 这个时候你送上的不是鼓励和安慰 反倒是讽刺和挖苦 那么这个时候 只会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破裂 对吧 这就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了 那么大家对于这位19岁的国拼小将 黄永齐也是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那么这名小将大家都知道 他是咱们国拼女队二队的一个球员 也算是国字号的球员了 那么成名已早 其实此前早在2016年 以及2017年 他就曾经代表咱们国少队 参加过一些国际拼连组织的一些 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 他拿到过了一些世界冠军的头衔 像女双的世界冠军 以及女团的世界冠军 当然了 这些冠军都是青少年组别的 那么这些世界冠军的头衔拿到之后 也帮助他快速的提升了 在国内青少年这一块的一个乒乓球 对内的一个地位 让他很早的就进入到了国家二队 那么这就能够看出 其实这是未来我们国拼 重点培养的一位天才小将 但事实证明 这名19岁的天才 如今做出了如此不冷静的举动之后 确实让大家感觉到对他非常的失望 因为我们都知道 国拼是一个非常具备凝聚力的大家庭 对吧 刘国梁非常注重一个团队凝聚力的打造 那么如今在黄永奇做出了这番 不冷静的举动之后 很显然未来不仅让刘国梁很有可能 采取一定的措施 是吧 去面临重罚他 那么更有可能让他很可能 短时间之内是无法再进入到国字号队伍了 对吧 这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事情 而且我们知道更让人伤心的什么呢 那就是他的两个广东队的队友 樊振东以及林高远 搭档男双比赛的过程中 也是在四分之一决赛 遭遇了北京组合延安和徐申浩 对吧 当时呢 被这个北京队的组合给淘汰出局了 那么淘汰出局之后 在赛后 结果呢 这个黄永奇再度的发了一个社交动态 写到天道有轮回 是吧 善恶中勇报 那么我们不知道 你发这样一个动态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小姑娘 你的内心这得是有多么大的这种怨恨在里面 对吧 多么大的情绪在里面 对吧 你对于自己的队友 难道不能有多一份的宽恕吗 难道你对于你的队友 难道不能有一份包容吗 你这样做 只会毁了你自己的职业生涯 只会拉低了你自己的下线 我们看到 他的这条社交动态发出来之后 其实瞬间就有上千条球迷 在评论区评论 开始留言指责他 对吧 目前来看 黄永奇已经删除了自己的这两条动态 如果说能够这一次不管是刘国梁也好 国平队内也好 包括广东队内也好 能够给他做出一个严惩重罚的决定 能够让他真正的吸取到教训 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之后 或许能够帮助他未来 能够重新的 是吧 摆正位置之后 让自己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训练上 放到提高诚信上 才能够帮助他早日的重回正规 我们也希望黄永奇好自为之吧 好了 我们本期的胖周聊球 在先聊到这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玩听的别人聊段球